關於紅茶館的酒店 較早前大家理解 袁國勇教授 都和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的同事 大家一起去到那裏去看過 亦都給了一些意見 他留意到 可能在初步的清潔那裏 有一些工作需要加強 當然在任何檢疫酒店 衛生防護中心都有指引給這些酒店 而酒店亦都需要去遵從 當他們去找 無論是找外面的清潔 或者是自己做清潔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指引給他 酒店亦都需要跟從 政府亦都會有一個巡查隊 其實每一天都會去到這些檢疫酒店 去看回他整體的運作有沒有違規 這個就不是單止 只是說這些感染控制的措施 是整體的情況 如果他們有任何的看到 或者是查到 他們有任何的做得不對的時候 當然都會去跟酒店說回 例如可能會不會有一些檢疫的人士 擅自離開房間等等 這些其實都會留意著的 而酒店亦都會立刻需要去糾正的 至於衛生防護中心 亦都會和這個巡查隊 大家都會保持聯繫 是有一個給一個專業的意見 現在我們上一次 也都在酒店那裏 都是拿了一些環境樣本的 現在暫時 就沒有任何有陽性的發現 暫時這些樣本都是陰性的 當然我想整體都希望留意 是一定要跟回衛生署的指引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通關 其實政府一直 例如你剛才說澳門 一直都有跟澳門 甚至乎是內地的有關單位 其實一直在一個聯防聯控的機制下 其實大家都有溝通 還有都有商討 如果是到大家有條件的時候 是可以什麽時候通關 還有在什麽條件底下 是可以通關 這裏我們一直都有做的 而當大家雙方那個疫情 如果都是在一個適當的一個時候 大家都是期望可以盡快 能夠恢復一個正常的跨境往來 第三個問題 就是在機場那裏放棄測試 是 OK 現在從外面回來的人士 其實如果是打了兩劑疫苗 還有過了14天 其實它都是可以 它的檢疫是可以縮短的 視乎從哪個國家的風險的情況而定 但是接下來我們也會有一個措施 就是說如果是做了一個抗體測試的時候 也都會如果是有陽性 也都可以再是把那個檢疫期縮短的 現在正是密來緊固 都在做一些準備的工作 無論是一些化驗室 以至到在機場那個整體的流程是怎樣 還有例如外地怎樣去證明 是有一些它真的打了針那個情況 所以也都要跟不同的地方聯繫 所以這些工作現在正在做 我們希望能夠在7月內可以做到這個措施 根據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的聯合科學委員會 都已經講了 如果是一些本身它是14天的 它是要求它是14天的 它是可以縮短到7天